匈牙利时间已经是星期三晚上 但在这栋建筑物外 还是有很多媒体等着 这栋建筑物的一楼 就是和金阿波罗往来公司 Buck顾问公司的登记地址 TVBS记者飞到匈牙利 布达佩斯直击 台厂金阿波罗说的欧洲经销商 Buck公司结果是一个人都没有 全球媒体从早等到晚 只看到玻璃门上一张A4纸 印有Buck Consulting KFT公司名称 当作是招牌 没有邻居是不愿意居民受访 私下表示 她在这里住了两年半 从来没看过任何人来这里上班 不止没有生产线 Buck公司官网昨天下午还能正常浏览 现在却已经消失 无法连线 公司挂名负责人 是一名四十多岁的女性 克里斯提纳巴索尼阿尔西迪亚科诺 在她的linking页面上自称为博士 有伦敦政经学院学位 称精通七种语言 还常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 而匈牙利媒体Telex 则指出这一名女负责人 实际上是和保加利亚的 Norta Global公司有联系 Norta才是出货给真主党的一方 但是我们记者查证 寄给Norta的email 都因为是错误地址被退回 根本就找不到联络窗口 而黎巴嫩这一边 呼叫器对讲机先后爆炸 吓得军人连夜把类似设备 通通丢一堆引爆 通讯航也下架 以色列国防部长则是在此时 宣称战事进入新阶段 象征主党下最后警告 另外以色列防长也赞扬 以色列的国安局和摩萨德 一起执行了杰出行动 似乎就认了这两起呼叫器 和对讲机爆炸案 都是以色列所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